西息子今天新增4宗新型肺炎確診,沒有不明源頭個案。 而昨天是新增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,患者在9月的時候曾經外遊。 有專科醫生說,要先掌握患者的傳播期,才可以倒截傳播。 去歐遊那段時間比較隔得遠,如果最早可能出現病徵那一天, 如果你相信他9日的新冠肺炎病徵,就隔了超過14天,差不多20多天。 這個潛伏期相對比較長。 實際上他什麼時候發病,這個個案都不太清楚。 反而要看什麼都要看,抗體出現了嗎? 第二就是看他的緊密接觸者究竟是什麼時候發病。 這裏這些其實可以間接推論了這個病人最有可能的。